在篮球鞋领域 提到阿迪达斯 你会想到小胖子哈登 提到安德玛 你会想到那个摇头晃脑的斯蒂芬·库里 提到李宁 你会想到维德之道 耐克更不用说了 科比 詹姆斯等一众球星 更是让他在篮球领域一家独大 而提到另一个国产运动品牌匹克 他与篮球 与NBA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签约巴蒂尔到携手基德 从世界和平的加入 到帕克脚踩帕克一代鞋 匹克在国际化的道路上 的确付出了努力 不过 和前面所列举的品牌相比 即使匹克后来签下霍华德和特奥多西奇 但是 新位教前者都黯淡了许多 在越来越多品牌崛起 安踏 凭借NBA第二分位特姆森 人气与日俱增的当下 匹克的没落更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在上市七年又宣布私有化的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匹克 前路漫漫 2015年12月22日 在NBA休斯顿火箭队的主场 丰田中心体育馆中 一块印有匹克山峰标志的广告牌 出现在篮球架下显眼位置 硬可丢弃金山银山 也要做好品牌概念 这是许锦南的初心 它成长于泉州东海 在这样一个港口城市 来往的货物为当地的青壮年们 提供了就业机会 拉板车就是其中之一 在读完高中后 许锦南加入了拉板车队伍 这段经历对年少的他来说 是一段宝贵的财富 拉板车的工作 让许锦南结识了难来北往的许多商人 他跟一个矿主谈好 用免费的劳动力换取锅炉烧掉的煤渣 每天他都把没烧完的煤捡出来 去打铁 再用细灰去烧砖 纯渣用来做建筑隔离层 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的雏形 长到甜头后 他又同样靠偷师和交换资源的手段 先后创办了包装厂 拖鞋厂 木箱厂 鸡砖厂等十多个企业 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为后来进入运动鞋行业 积累了经验 改革开放大潮在80年代 席卷全周后 服装鞋帽加工厂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街头巷尾 许锦南本身也非常看好这一产业 于是他于1988年筹资建厂 为耐克做配套加工 就在许锦南的工厂即将完工之际 耐克工厂突然撤离了泉州 这让准备为世界名牌 所代加工的许锦南一筹莫展 无奈之下 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做品牌 在四年成立了服鞋企业风登 就像很多明星为了新路改名一样 风登 这个极具乡村特色的品牌名字 也在1991年被改为匹克 意思为登上高峰 许锦南认为 没有商标 那你永远都只是一个地摊货 截至目前 匹克已经在全球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完成了商标注册 在入住天津百货大楼后 匹克凭借产品质量 和高人一等的制鞋技术 很快便创下了一天 卖出2万多元的好成绩 其销售业绩增长速度达200% 童年时 喜欢踢球的朋友 一定不会对双新足球鞋感到陌生 男友匹克 唯有双新的说法 让匹克一跃成为 90年代的鞋王 用许锦南父子的话来说 90年代的匹克 就像是一个站在电梯里的人 只要轻轻按下按钮 业绩就可以扶摇直上 然而 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 运动鞋市场也悄然发生变化 以往称霸百货商场的匹克 面临着销售渠道 从百货商场转移到批发市场 甚至转移到加盟连锁店的形式 许锦南深知 此刻的匹克需要变革 但人才的匮乏和当时的体制 限制了匹克大规模调整销售渠道 都让他感到力不从心 2001年 许锦南长子许志华 放弃了华为提供的工作机会 回到了泉州 帮助父亲解决匹克面临的危机 为了破除匹克在国内的困局 许志华归队后 和许志达父亲许锦南 组成了匹克铁三角 他们不再把企业重心放在国内 而是加速了进军国际的步伐 和其他体育品牌不同的是 匹克从一开始 就更专注于篮球领域 1991年 匹克开始赞助八一男篮 并随着八一夺冠闪妖一时 2002年 战神刘玉洞出任匹克形象代言人 为匹克注入了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 2005年 在许志华的推动下 匹克成为第一个进入NBA赛场的中国品牌 与NBA的合作 也在后来被认定为 是改变匹克命运最有效的一次合作 在初次携手NBA FIBA后 匹克尝到了国际化的甜头 而为了更好的规范公司股权结构 优化治理 徐志华也向父亲提出了 让匹克上市的构想 2009年 匹克与港交所正式上市 市值金百亿 父子三人的分工也更加细化 接下来的几年里 匹克加速了国际市场的品牌推广 在登陆火箭队后 匹克又先后签约 雄鹿 马斯 成为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从巴蒂尔到帕克 再到凯文勒福 霍华德等一众NBA球员 匹克的国际化道路也越走越宽 20世纪的前十年 是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发展的黄金期 然而 好景不长 受全球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影响 从2011年开始 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发展遭遇寒流 产能过剩 库存高企 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 接踵而至 国内多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停滞不前 行业寒冬里一直坚持走 品牌国际化路线的徐景南 选择加速走出去 在此决策下 2012至2014年 匹克海外销售占比数据分别为 13.4% 20.4% 23% 凭借海外市场出色表现 匹克在行业仍处于调整期的 2014年率先上岸 徐景南曾为匹克 制定了三个一百的目标 在一百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商标注册 进入一百个国家和地区销售 实现一百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 目前 第一个目标已提前实现 第二个目标已近在迟迟 现在 正在加速向第三个目标迈进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匹克是海外市场 营售额最高的品牌 但是在国内 它却在里宁和安踏的夹击下 显得茫然失措 尤其是近年来 匹克的市场份额 更是逐年缩小 代言费虽然掏了出去 但是 鞋子不好卖 也成了既定的事实 安踏靠汤普森一记绝尘 里宁靠维德 扬明立万 而匹克旗下的霍华德 帕克等球星 光环逐渐衰退 在篮球鞋上 人们对匹克的印象 还停留在以前的TP系列 巴蒂尔系列 霍华德系列 对现在新出的 也缺少了关注 现在的新款 似乎仍然在炒冷饭 没有太多的创新 有人评价匹克的篮球鞋 很耐穿 但也太过中庸 它没有标志性的科技元素 同时 在外观上 也难以和阿迪·奈克匹迪 不得不承认的是 匹克的营销策略 让他打开了海外市场 但反观国内 他真的需要想想 该如何面对 安踏和李宁的强势表现 当那些签约球星 无法在NBA大杀四方之时 球鞋品牌本身 也失去了它的竞争力 在粉丝经济称霸的当下 这是过争的事实 从邪王到无人问津 匹克还能再登上顶峰吗 他是华纳节下 根据英国著名系列 从书改编的经典电影IP 在世界范围内 刮起了一股魔法浪潮 他是谁 欲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